这个想开运除了拜拜求神明 这个农民历上有一些春天的节气 也是适合拿来开运的日子 那当然为大家整理 接下来会遇到的春天节气 来我们这边问一下李勤老师 有一个金植 金植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招财开运 在冬天 我们不管是大部分的动物 或者是虫类 他们都会植服在地底下 不管是冬眠也好 或者是说修身养性也好 那可是到了冬天之后 天气变暖了 然后在金植的前后 会有打所谓的这个春雷 那这个春雷一响 就会容易把在地底下的这个动物 给惊醒 那这个惊醒就是告诉他们 就是天气变暖了 你们可以出来活动了 那所以春雷把这个地底下 冬眠的动物还有虫类 惊醒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叫它做惊植 那也因为这样子 大家都叫起来 大家都叫起来 就春天来了 下春天又下雨了 又发芽了 又下前雨了 好的 不过因为以前 以前其实 以前的人其实第一个 医疗不怎么发达 再第二个呢 卫生环境其实也不是很好 那我们来看金植这个植 它的这个步手 它是一个虫字旁 所以代表就是说 它指的比较是地底下 各式各样的虫类 会因为这样子爬出来 那当然呢 因为以前的人就是 刚刚说了 卫生环境不好 所以很容易生病 那所以老祖先就会发明 一系列这个方式 做什么呢 要避凶 然后呢 还要化煞 这个化煞 大部分指的是化虫煞 好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古老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老祖先呢 就会在屋内 或者是屋外 去撒什么呢 撒这个灶灰 或者是石灰 因为呢 我这样子 让我这个房子 撒一圈之后 外面这个虫 就像它爬出来了 它遇到灶灰 遇到石灰 它就不会爬到屋子里面去 这是最古老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们现代人 我不可能拿着这什么 灶灰 香灰 或者是石灰 撒在这房子周围嘛 那所以取而代之呢 就会比较是一些 符合现代人的开运的方法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个时间点 除了说是 金植的三月五号之外 最好的一个 当天的时间是 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 那因为这一天呢 其实是正常的上班日啦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说你是要上班 真的没有办法 在九点十一点 在家里面的话 那也可以在一大早 起床的时候 来进行开运的动作 好 做哪些开运呢 那第一个 最简单最简单的方式 让家里面要保持干燥 干净 整洁 明亮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吃梨子 因为中国人很喜欢 御用一些象征性的 这个食谱 那所以在这个 金植这一天吃梨子 它也代表就是说 我的病虫害要远离 我的小人要远离 那为什么这会跟小人有关系 因为其实中国人 我们老祖先是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民族 他们会把这个虫啊 或者俗称这个白虎啊 跟小人挂钩在一起 所以我这样吃了之后 就会脑袋就会有一个异象 吃梨 小人远离 或者是病虫还远离了 那这个部分 它也叫做化煞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会建议大家 如果金植这一天 天气还不错 有太阳的话 不妨把家里的棉被 拿出去晒一晒 因为接下来 那个春天嘛 要变暖了 那有大部分的 这个朋友会开始 要慢慢把冬天的棉被 收起来了 那你再拿出去 这个晒一晒的时候 你收起来 在收起来这个同时呢 因为你阳光充满了正能量 那这样子也象征了 我把家里面的一些晦气啊 一些崇满啊 给去除掉了 刚刚分享的这个二三四点 都叫做避凶 都叫做化煞 那在下面一点呢 就是要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 我们如何趋吉 如何开育 好 那在招贵人的一个方法呢 会建议咯 我们在居家的东北方 西南方 还有正西方 为什么要把握这三个方向呢 因为在金植这一天呢 是晤城日 那以这个晤城日啊 在天以贵人方呢 就是所谓的东北方和西南方 那这个天以贵人这方位 我们先整理了干净整洁明亮 那另外如果说 东北方西南方 哎呀刚好是厕所厨房 或者是缺角 没关系 我们可以把握当天的六合方 或所谓的碎合方 就是在正西方 好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我可以焚香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准备九朵鲜花 两种方式 选择一种就可以 就这样子简简单单 很生活化的一个方法呢 我们就能够把握在金植这一天 为自己的人际关系 为自己的贵人运 特别是在人际财上面 来获得加强 以上提供大家参考 再来听听我们张胜书老师 哪些子微命格的人 在二零二十年 春季运势会爆棚 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从命宫的角度 二零二十四年 谁的运势最好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是 天良心落到了命宫的朋友 在哪方面会最好 事业 工作的部分 我们别看 我们一直在讲2024年 比如连针花路 破军化权 好像都没有天良的份 可是天良心做命的朋友 你们知道吗 2025年天良可就要化权了 所以我们在讲命理 所有的东西 你不是一蹴而就 突然就产生出来的 当你明年要化权 你是不是代表 你今年的努力 要被别人看见呢 还是你在那边自怨自爱 说 哎呀 找不到任何人 来欣赏我呢 所以当你这时候的天良 能够更努力 把事情做好 该你的你做 不该你的你也愿意去分担 好 2025年当天良化权的时候 是不是升官的人就会是你了 所以今年天良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再来第二名的 春分是一个阴阳交界 假设它是白天晚上一年半这样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说 它是比较混乱的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阴阳要交换 其实你从西方的科学研究 你会发现 大概在三月底到四月多的时候 也是所有的心理疾病 和一些抑郁的高发期 也在这个心理 今晚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今晚 你有空来开房吗 我们都在挑加把大神APP 一起开房插花胖胖虎 等你哦 再来第二名的 亚兰忘了把你的 把你的命盘准备旁边 你不是有要求吗 有中吗 我知道 会中吗 有中吗 终于有机会把你的命盘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了 来 命宫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巨门 中了吧 中了 敲钟 中了 金钟就是这样敲出来的 对不对 2024年 巨门的贵人运 最好 贵人是怎么来的 谢谢 贵人是怎么来的 不是下跪贵来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而是什么 而是自己的努力 当你在累积了很长的时间 当大家都看到的时候 自然人家就愿意来帮助你了 所以巨门这一颗心 我们都说 适才傲物 傲物的意思是什么 我能力很强 所以有的时候就瞧不起别人 可是当巨门 为什么以前又叫做 时中隐喻阁 叫喻不着不成器 慢慢的磨练磨练磨练 磨到最后 是不是喻就出现了 这时候就会知道 人脉最重要 所以贵人在今年到处都开始 恭喜你了 谢谢老师 再来第一个是天府 我没有把你的准备一下 还有你的 又要敲钟 敲钟 敲钟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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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 天府今年的财运最好了 财运 对的 有你这么多钱 所以 钱有人很少 是没有 没有 对不对 所以春季 春季的运势 财运就来了 所以恭喜天府新 巨门新家天良新的三个朋友 大家加油 祝财 by bwd6